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記憶迷宮呢要通關到B50擊敗B50的BOSS 人進戰的挑戰等級才會提升喔 那我原本想說這個就是花時間嘛 然後自動走 那走的不漂亮呢 我頂多多花一點這個Energy 然後多花一點生命力也就過關了 可是從B41開始之後呢 超級難喔 開自動的話就一直死掉 後來呢找了一下攻略後發現說 有些東西要先做 那譬如說我現在我已經到了這個 第B45齁 不過呢齁我們重新打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去做一些功課喔 那我上的角色是這樣子齁 就是為了對這個B50的BOSS 但是呢B48開始的敵人齁 就真的是很難喔 跟打BOSS一樣喔 所以我也不確定我這次可不可以通關喔 然後我覺得我幾乎都是要開到星羅的大招 才打得痛敵人齁 所以沒關係齁我們就直接開打喔 那我會重來就是因為說這個 我先前已經打了兩次 然後在B89 B49的時候呢 我已經把大招的次數開完了 所以沒辦法喔 只好這個回去重來喔 好那我們重新進去之後呢 要先去拿三個BUFF齁 三個BUFF齁 然後呢要多利用這一個傳送點齁 好首先第一個BUFF齁是B8齁 B8的BUFF齁 好我們先去B8齁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BUFF是在這個地方齁 我們就讓他直接跑過去 其實B8有兩個BUFF可以拿齁 一個是前衛SP加1齁 但是呢那個是還好 重點是追加回合 追加回合的話開場等於就是讓你多兩個回合齁 那你可以回SP然後你也可以攻擊 那這兩個回合呢不會算在Core Energy的這個回合數裡面喔 好我們獲得追加回合了 然後呢你看右下方的這一個怎麼講呢 就是敵人的這一個出現綠人已經變黃色 到紅色之後敵人就會出現嘛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齁 然後呢我們點擊一下 對不起 點擊這個 然後傳送到10、20、30、40的關卡 這是王關齁不會出現敵人 這樣子呢敵人出現亮表呢 他又回復的成白色齁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們再回來這個地方齁 他已經回復到乾乾淨淨的嘛 他已經回復到乾乾淨淨的嘛 回來之後呢我們再去拿另第二個這一個BUFF 因為剛剛已經清掉了這個敵人的出現的頻 應該說敵人出現的這一個機率齁 然後呢現在衝過去的話應該是可以不會碰到怪啦 現在還是白色嘛很乾淨 那這個寶箱的話我記得不是很重要齁 但是我們還是貪一下好了 應該是不會碰到敵人 這個很爛 但是其實我是想碰到敵人啦 因為我現在我等一下我要從B48開始跑 那我想存一點SP齁 但是沒關係啦 好這個前衛增加 然後呢一樣直接飛回來 當然前提是你要通過了前面這些關卡嘛 然後一樣齁我們去這個第10關 我給他洗一下 好洗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去的是第23層樓 好到23層樓呢 這個是在這個地方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把這個什麼水滴給拿一拿 反正基本上如果說 去把這個獄敵的機率清掉之後呢 很多寶物都可以不碰到敵人齁 好這樣子我們就獲得了兩個追加回合齁 左上方 好追加回合1齁 然後呢這個每回合SP加1前衛 然後追加回合2 這樣開場呢我們就會有兩次齁兩次 然後再來呢是去15齁等一下齁 好我們先回來 好但是我要故意碰到敵人啦 所以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樣子打一下齁 好再來是15齁 15然後呢18252838 這邊都會有這個高級的飾品齁 最多可以拿到五星的齁 好我們看走過來 如果說你不想碰到敵人的話 你就回到10 20 30 40的王關齁 去洗一下那個禦敵的顏色 這邊有個陽石水滴 好我們看一下 喔那看來不是這個地方 好這樣子齁 我等一下我是要故意碰到敵人啦 所以說我沒有跳到這個 10 20 30 40的關卡 因為我想要先存一下SP 然後在這個第48關 碰到敵人時候呢比較好打一點齁 結果到現在還沒有碰到敵人齁 欸欸黃色就有了齁 好沒關係 這邊前面敵人比較簡單一點 我稍微存一下我的SP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追加回合就在這個地方 extra齁 其實這是 這是追加回合第一回合齁 你在追加回合獲勝的話呢 那基本上也是算一回合 好 Extra 2齁 這是第二齁 所以說你看現在 到現在呢齁 我們還是可以齁 輕輕鬆鬆的普攻 然後大家恢復SP 然後大家恢復SP 好現在就開始齁 這是第一回合齁 正式開始從這邊開始計算 好那我們就 呃 隨便來一個喔 好這樣子 那只要這一回合獲勝的話呢 還是算在一回合獲勝裡面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樣子我的Energy應該是95 好有沒有 95齁 所以說我剛剛用了三回合 如果三回合的話 照理說應該是5加3加3等於11 花了11點的這個Energy 好這是三星的齁 好然後呢我們再來去回去齁 再來是第18關齁 如果說我是一般來說 花了三回合的話呢 那其實應該是 呃這個扣了11點的Energy 但是因為說前兩回合是這個追加回合齁 所以說就 呃不會算在這一個 那個一般的回合數裡面齁 看一下齁 這什麼東西 欸三星的白金耳環齁 好 好 我們再來 18關去過了嘛 那我們去25關 25關 25關 哎唷右邊有BOSS齁 我們不是要去右邊齁 我們去左邊 不過我有課金啦 升級禮包他有送你四個五星的飾品 那真的是有夠讚 我覺得這個對新手幫助真的超級棒的 還有那個一本書直接升到100級 我覺得我課那個真的是超舒服的 好 養死水滴齁 我們看一下 齁 應該是要回到BOSS關去清一下那個素質 但是 呃我剛剛有說嘛 我等一下我要挑戰48關 我想要先 先存一點這個SP齁 唉唷 四星了齁 然後再來 不過我覺得存一次就好了 再來是28關齁 28關 然後呢 1525 然後1518 2528 然後呢38 這樣子 如果說你有回到BOSS關去清掉那個 預敵狀況的話 基本上你都不會碰到敵人喔 好 這是四星的齁 好 然後再回來 再來是38關 好 38關的話 唉唷 我有點忘記是左邊還右邊 好沒關係啦 反正兩個都拿喔 如果有這個追加回合 你碰到那個新癌體的話呢 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呢 欸奇怪喔 我這挑戰三次呢 都沒有碰到一次喔 我本來想說 試試看這個追加回合的話 是不是比較好打 唉唷 這個胖胖 不大好打呢 齁 這38關了 這胖胖真的不大好打 好我們有兩個追加回合 欸 我先想看喔 先用普通的增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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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有一個沒有BREAK 有一個沒有BREAK 喔 這個三十幾層呢 還沒那麼痛啦 還好還沒有那麼痛 還好還沒有那麼痛 可是我這樣已經是第二回合了齁 已經第二回合了齁 已經第二回合了齁 但是我主要是要存辛羅的SP啦 好 這樣子 所以說呃 第二回合的變成5加3 扣了8點Energy 95-8等於87 唉唷 我走錯了 我走錯了 好 往右走 這一個 欸獲得神秘戒指 來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喔 不過我是因為我有課金啦 我有課那個禮包 所以我有很多五星的這個飾品喔 那沒有課金的話呢 其實在這邊減來減去呢 我覺得 對你的幫助應該是蠻大的喔 先不要裝備 裝備飾品 看一下齁 呃 神秘戒指是不是 這是奧義戒指 這一個齁 唉唷 呃 力量加11 靈巧加49 蠻不錯的 然後有一個DP加耶齁 因為那個 課金的這一個道具呢 他這邊都是問號 你必須要有琥珀水滴喔 琥珀水滴的話呢 我現在一個都沒有獲得 那我有查齁 他是要打精癌體 有機率掉的齁 那但是呢 我到現在我還沒有獲得過一個齁 好沒關係齁 那反正抽到我就給他齁 推薦裝備 裝一下 看系統怎麼拍 好這樣子齁 OK 那我們要開始去挑戰齁 好 B38 然後我們先清一下狀態齁 到王關齁 OK 好 再來就困難囉 再來就比較困難了 好 第48關齁 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走到這個點 好 再來齁 雖然說 4849 也就只是走 走一層而已齁 49到50 也就這一層而已 但49關 應該說 從41關開始 每一關的路線 敵人都 怎麼講呢 這個路線都非常的長 哎呦 屁戶手環 讚喔 五星的對不對 所以說你進來之後呢 你這樣拿完手環就離開齁 基本上也不會碰到敵人 不過這樣子浪費一個這個 怎麼講 廢育劍的話也是 也是有點浪費啦齁 好 這樣子齁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寶箱 把它拿完 報告書 完了完了快要碰到敵人了 這邊敵人的話就不能開Auto了 從41層開始就都不能開Auto 都要上好Buff才能打 好 49關開始 我這個路就有夠長了 有夠長了 那我們就慢慢走吧 目標就是要走到50層喔 我會想說如果碰到心癌體的話 可以算是省一回合戰鬥 可是就是沒碰到啊 啊遊戲又沒有逃跑的機制 哎呀真的是齁 好這個也是不好打喔 像碰到這個敵人的話 你看 我這個心扛的 怎麼講 星塵的航路我就會直接開下去喔 真的我就直接開了 因為 這個來說 很難喔齁 沒有不知道不知道該怎麼打啦 也不是說很難的就是 我還沒有想到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好打的這個陣容 好啦就這個樣子啦齁 旋風給他開下去 然後打FORCE的話 我應該這招只會開一次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三場戰鬥 三場戰鬥 也沒有破捏 看來我這邊打的不是很漂亮齁 但是沒關係 再來 管他的急凍重點也開下去了 好亂七八招大招給他開下去了 好亂七八招大招給他開下去了 解決了解決了 完了完了這個不怕不怕啦 好這一回合是我的回合了齁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呃這個是 他怕的是凸喔 啊我應該上去凸是不是 破壞力大 給你摘了 好這樣子 好BREAK你至少不會動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這這 你的你的你的 你的DP留著好了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北極星的光輝 好啦隨便啦隨便啦 哎呦 70點那傷害好尷尬喔 好終於打贏了齁 對不起齁 實力很弱 好 再來就是要這個 靈魂帶爬 爬到BOSS關去 好真的很遠喔 那我們這邊影片用加速跳過好了 我還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通過路上的這些點齁 剛剛那幾隻真的是超胖超難打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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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是要換一下啦 那追加回合太重要了 前面兩個回合所以我就換掉這一個 OK 好 其實每回合加SP也不錯 換掉一個追加回合 好了沒關係啦 就這樣子 好到了第50關就不會有敵人了 就是跟剛剛一樣嘛 就是每10關BOSS關的時候會清掉狀態 好趕快記錄一下 水喔 到時候我們要拿寶物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在BOSS往回走 好 看看打不打的贏喔 有稍微看一下攻略他是落冰的嘛 好像是冰跟斬 呃 開始戰鬥等一下等一下我確定一下 取消一下 他是落冰跟斬可是他有沒有抗火啊 我有點不確定他有沒有抗火 等一下喔十字斬 我應該不會用他回復 然後用夢幻泡影 他如果說怕火的話我可以用夢幻泡影喔 好這樣子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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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可以了 打贏他我人進戰就可以打到最高等級了 好開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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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果然是抗火喔 還好我有帶 還好我有帶那個夢幻泡影喔 那不然的話這砍出去就沒傷害了 呃 我有兩回合嘛對不對 然後我還有這個 OVERDRIVE喔 那我就先開始 呃 呃 就存著好了 因為這一高就是 HP就是 最高HP就是20嘛 欸 你看 EXTRA的這個狀態 他不會消失耶 所以這個EXTRA超好用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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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幹嘛 突然不知道幹嘛 欸 上BUS上BUS 齁 然後呢 加暴擊 欸 加飽和增強 欸 然後加無中生有 湖中生有的話 給我們的這個 忍者喔 好 上兩次了 欸還沒 我要上個兩次 這樣子 激動咒語 哇 冰跟斬 都符合了 欸 應該是冰跟斬 這個比較划算吧 齁 你看 有沒有看到他周圍有那個球球在繞 齁 這個就是無中生有的那個球球齁 齁 然後他可以放兩次 最多是10顆球 好 我們就這樣子吧 啊不行的話我OVERDRIVE2再把它打下去喔 好 就這樣子 哇 10顆球 10顆球 哎呀看來我太擔心了 太擔心了 OK好過關了 頭痛的是小關啦 這個小敵人真的是太麻煩了 欸 黃昏之靈 欸 戰券 過關了齁 再來應該就沒了吧 好 總算是突破B50喔 這個我打了三次齁 因為這個 呃 41到50的敵人真的太強了 我剛剛後面那些敵人啊 我全部都要開大招喔 所以說次數只有四次齁 相當不夠啊 已經到最底層了 可以回到基地了 好 那你可以回到前幾層啊 然後去 呃 這個這個拿拿素材啊 之類的喔 好啦那我們就回去了啊 這樣子 好 回去 也拿到了幾個五星的飾品喔 還有那個陽死水滴 好 回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人進戰就可以打比較高等級了喔 欸 你看都開了齁 已經可以開到14500了 好 交換所獎牌65齁 欸這個地方齁 那其實我重點不是要打這一個啦 我們來回到主畫面喔 是要打什麼東西呢 挑戰什麼東西呢 挑戰要花戰券或者是生命嗎 唉呦 已經開啟了這個保育了 欸 討伐頭 保育頭目喔 在裝備保育的狀態下討伐敵人 技能的熟練度會上升 熟練度到100 卸下保育 你看齁 所以說這個過這個50關很重要 還會開啟這個保育頭目喔 好 真的很多東西可以玩喔 重點是這個啦 我們看一下齁 現在有這個獎牌3倍的活動 活動人進戰 有沒有 這個打完之後呢 哇 打一場195個齁 如果說你還沒有過50關的時候呢 你看 CLEAR我就只能打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呢 敵人不強齁 但是獎牌只有120 是3倍嘛 那如果說你過了50關之後呢 下面這幾個難度都開了齁 當然也許這邊我打不贏齁 可是不管怎麼樣 能挑戰當然挑戰這個比較高等級的啊 這樣子 這個花的這個券齁 跟這個生命力 才會比較有價值喔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